本件开始动时来 如何如图侦办金华城弊案 今天一早提讯赞压的前 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从他的证词当中抽丝颇茧 要确认柯文哲大帐绑李文宗 到底是不是共犯 另外今天也是柯文哲积压期的满月 警方要抓紧时间 必须找到更多事证来起诉柯文哲 双手上靠神情轻松走下囚车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脸上带着一抹微笑走进台北地检署 这也是他第五度遭到检方提讯 每次检方借题彭震生 主要都是针对金华城案的金流来做讯问 会这么做就是因为检察官很清楚 彭震生肯定知道这些钱 跟柯文哲的大账房李文宗有关系 所以才要透过他的证词 将柯文哲李文宗的共犯关系绑在一块 柯文哲十月四号积压期满一个月 却在不久前让检方吃闭门羹 以身心状况为由不愿应讯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金华城案变数多 不仅李文宗被押 朱雅虎也承认行贿 让柯文哲乱了阵脚 所以才出怪招来拖延 而检方也得在谨慎的时间内 不止土利罪 更要依行贿罪起诉柯文哲 除了彭震生 李文宗的证词也很关键 因为他掌管柯文哲最私密的金流 审慶金透过朱雅虎以及 微金集团的人头给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是否就是金华城 融机奖励的三百万汇款 李文宗身为柯文哲 前办公室主任兼晋总财务长 不可能不知道 柯文哲到底是用人不当 还是明知违法还故犯 就看检方如何攻破柯文哲身边的彭震生 还有李文宗 记者众报道